明星期待 2013年4月20日 早上8點02分 四川省雅安市發生七級強烈地震 在第二天我出外景 突然收到通知 說當晚要馬上飛去四川做採訪 我當時心想 去到災區應該會有很多人哭 周圍都是屍體, 一片仇雲慘霧 但誰知道事情並不是這樣 有一位小姑娘 在發生地震的時候 她和媽媽在山上採茶 當地震一發生, 她馬上去了救人 我當時問她有沒有哭 她說沒有 因為她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去救人 她不可以在傷者面前哭 否則會令他們更加難受 不過在我們採訪的時候 她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她終於把自己的不安 和悲痛情緒發洩了出來 之後我們去到一個很偏遠的村莊 我們一下車 就有一群村民湧過來 個個都為我們幫忙 而其中一個小朋友 她爺爺, 爸爸, 弟弟 都在地震裡遇難身亡 當時她姑媽突然跪下了 在我面前叫我去幫她 但我當時在想 我怎麼做想可以幫到她 原來這些村民要的不是錢 而是希望通過我們報道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可以幫到他們 原來我們經過一些村莊 見到一些小朋友在搖旗立喊 原來他們是為了想搭借一群軍人 幫他們搭建帳篷 他們沒有奢望, 沒有投訴 沒有遠天遊人 只要有雅遮頭 就可以令到他們很滿足 我在東張西網剛剛做了兩年 這次四川之行令到我印象很深 回到香港 在香港那兩晚我不停做夢 在想當時的情況 究竟村民現在生活是怎樣 原來我學會了什麼關心 如果有一個很久沒有找你的朋友 突然打電話給你 可能你會想他有什麼企圖 如果你隔離輪舍 問你家裡的情況 你又會在想究竟他有什麼居心 其實不需要想得那麼複雜 也不需要那麼多計算 其實關心人是可以很簡單 只要用心就可以了 暗記 讓你會看到 我不會讓你選擇 例如